可以嗎? 這些是排排的,排得很均勻 這樣,我畫了這些,本來可以畫為葉,先上枝 這樣,沒問題 這些線很容易跟那些花,相似 可以嗎? 這樣,我畫了這些,再試試,再畫更多 剛才找了好心色,現在找淡一點 如果是畫菊花的時候,有些菊花是很大塊葉 現在我畫到這麼小的葉,有些菊花是很小的葉 因為菊花的品種都是很多的 這些在多葉的時候,有放一些淡淡的葉 剛才我畫梅花也是這個方法 這樣拿得多淡色,不添加深色 又有一種,又有一種了 又拿淡色,拿深色 同學,遲到 同學,遲到 錄了陰,錄了陰 所以我畫得多淡色 雖然畫成這樣,我還說我要畫花的 我是打算這樣做 然後拿一些 那些菊花也是很奇怪 對嗎 要經常都要有一些新一點的意思 是沒有所謂的 現在他們要畫的 如果不是,你會畫兩次 你會畫的 如果是不需要畫的 就像這樣 你會畫的 他會畫的 他會畫的 一句白天出現 現在這樣 把黑色的一條線 然後加一些 加一些淡色 好像這樣 在裡面再加一加 有什麼好呢? 是一種方法來的 有時候畫一些東西 我就是想畫好的 在我來說 好不好真的不在乎 不過在乎玩一下 看看自己有什麼新意 那些新意 合不合我自己的意思 這樣現在再靜乾一點 本來想不點那幾點 我想勾那些線 但我覺得它很濕 這個勾 然後再勾 平時勾葉筋呢 是可以勾到 好像這樣一圈圈的 但是呢 這些葉碎 小 這樣我就不讓它勾一圈圈了 那呈現我需要線 就在這些外面加 加的線 不在那個葉裏面加 鮮和點我都加了 那加了呢 我沒有想著它是 像什麼花 是花的什麼 那我覺得 梳蜜好看 那我就OK的了 我就是想做一些 覺得會好看的東西 沒有問題